年关将近大家都很关心自己的年终今年可以拿多少 不过谈到国营事业的年终奖金 每年都会引起一番讨论 财政部长张胜和今天在立法院就说 由财政部主管的台湾金控 土地银行 台湾烟酒等国营事业 今年的表现都很不错 所以这个年终奖金是有机会可以上看最高4.4个月 不过立委就质疑这些国营事业绩效的好坏 到底是由谁来判断的 金融今年的表现都很好 另外一个烟酒公司也还不错 国营事业表现好 部长满意年终奖金最高可拿4.4个月 财政部底下的台湾金控 土地银行 还有台湾烟酒 员工应该能过好年 但立委质疑 奖金当中的绩效部分到底要怎么判断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有没有达到法定盈余到底是谁在算的 连政策因素影响的金额也都是事业单位自己算的 财政部主管的国营事业来看 今年盈余307亿表现其实还不赖 但像是经济部底下的油 电 糖 水等国营事业 却是表现不一 有的甚至亏损连连 每年都说受到政策影响 年终奖金却照领不误 让立委不满也连带质疑 GDP预测老是失准 管主委预测3.2他不准吗 那倒不是因为多年来 经济会他所定的经济目标 大概都略高于本总处的预测 总是希望能够更加努力 差个0.1可能就差个好几百亿的预算收入 国营事业表现好 当然要领年终奖金 但亏损单位也跟着照拿 不止立委恐怕民众也很难接受 有点TV五元系梁立林 台北报导